首先呢,欢迎你来到维多之家的频道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个就是思想决定感受 思想决定感受 第二个就是感受创造体验 感受创造体验 第三个是想尽办法让你的感受好起来 这个就是要给你们的关键信息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们展开说 那第一条,思想决定感受 我现在要和大家进行很多的互动 你们就在弹幕上打字啊 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是放松的吗?喜悦的吗? 感觉到自由快乐? 期待?兴奋?感恩? 还是别的什么感觉? 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那之所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感觉 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 感觉好,感觉不好 这是什么来决定的?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就比如说 我现在跟你说 哎,你好像胖了 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这里打字告诉我 你的感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相信啊 在一会儿出现的弹幕里面 一定会有人的感觉是好的 也有人的感觉是不好的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同样说的一句话 为什么会引起不一样的感觉? 那你们就再看一看 我刚说的第一个关键点 思想决定感觉 也就是说 我们关于胖和瘦的思想会决定 当我们听到 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是一个下雨天 那么你的感觉怎么样? 如果说你觉得下雨天很讨厌 你不喜欢自己的衣服和鞋子 弄得很湿 你觉得去上班上学很不方便 那么你对下雨天的感觉 一定不会很好 对吧 但是如果我说 下雨天可以出去玩 可以踩水 可以把身上弄得湿漉漉的 在打水仗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你对雨天的感觉 可能就会从之前的很讨厌 变成好像也还不错嘛 大家有没有发现 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源于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的想法 所以你现在对于你自己的想法怎么样 你对于未来的想法怎么样 你对于人生 对于宇宙的想法的质量 就会决定你的感受 然后就会进一步影响你人生的质量 所以思想的质量决定人生的质量 因为它将直接的篡改你的感受 OK 所以这一条我们过啊 就到了下面一条 就变成了感受创造体验 你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就你觉得吸引力法则 教给我们提升频率的方法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 什么 什么样是最快速的方法来告诉你 你此刻是处在比较高 还是比较低的频率上 靠什么可以 快速的告诉你 我现在是高屁还是低频 两个字的答案在这里告诉我 是要看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看我现在的感受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感受好 就代表你在想一些好的想法 回到第一个关键点 思想决定感受 如果你现在感觉很差 就一定是因为你在想一些 不好的事 想一些让你恐惧 担心 后悔 内疚 受到责备的事情 那你现在的感觉一定不会很好 对吗 所以你是你的感觉的创造者 而这里挺好了 心理法则 它就是 什么吸引什么 什么越多 吸引什么越多 其实就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当你的感觉好的时候 你就像是一个感觉好 就是一个好感觉的磁铁 那么你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在吸引更多的好的感觉 来到你的身边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现在的坏的感受 远远大于你的好的感受 那么你就是一个坏感受的磁铁 那么你走到哪里去 就会遇到更多的倒霉事 就会遇到更多的水逆和心窄的状况 所以我再问你一遍 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那你希望你希望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而一个更进阶的问题就是 你能否告诉我是什么思想 正在让你的感觉好或者不好 其实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第一步 就是你很明确的能够明白 你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它们又怎样影响你的感受 其实你就掌握了你自己人生的钥匙 这第二个关键点 感受创造体验 其实就是因为你现在想要的这个愿望 如果说太成真了 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就如果说给你一辆车 但是你并没有任何开心 并没有任何兴奋期待满足的感觉 那么我给你或者说我不给你 对你来讲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你一直想要求复合的那个前任 它现在真的回到了你身边 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感觉 那么它回来和不回来 对你又有什么影响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说我给了你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 但是你对这个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感觉不到 那么你许愿之前想要获得的那种安全 自由快乐放松 和这个钱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就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你之所以想要 就是因为它可以给你一种好的感觉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利用吸引力法则许愿的时候 我们最先要注意的 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要的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你的感受是不好的 怎么办呢 朋友们 怎么办呢 就来到了第三点 就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感受变好 也就是说 直到你对于你想要的这件事情的感受变好之前 你是绝对不可能把它变成现实 到达你的世界的 因为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都是可以让你感觉好的 而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 挺好 你是没有办法吸引来 让你感觉好的东西的 也就是说 心力法则要求你 在你还没有看到 那个你想要的事实之前 先让自己开心起来 我再说一遍 心力法则要求你 在你想要的现实还没有成真之前 先让自己感受到那种感觉 先开心起来 然后你的开心 就会吸引更多的开心 就变成了真实的体验 所以把前两点连起来 在一起说 思想决定感受 感受创造体验 也就是thoughts become things 思想创造现实 对吧 但是这中间没有讲的一环 就是我们的感受 你的感受直接告诉你 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频率上 而你现在这个感受 会不断地吸引更多的感受 而让你感觉好或者不好的思想 也会不断地吸引 让你感觉好或者不好的思想 就是你每一天睁开眼睛 你的人生都在滚雪球 如果说你中心的雪球是感觉好 那么这一天你就会不断地积累好的感觉 直到你睡觉的时候 今天真是令人心满意子的一天 但是也有可能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能带着前一天 还没有清理的恐惧啊 担心啊 各种不自信自卑 然后滚滚滚滚 在你的睡梦里面 让你也没有办法放松 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接着滚 然后这一天就觉得 整个人好像是萎缩着 没有办法展开自己 真正进入崭新的一天 我说的这些大家有感受吗 就是这一点我是感同身受啊 所以这个视频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回到感受上面 就是请大家想一想 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的感受是最好的 什么样的活动行为 会让你产生好的感受 就撒古鲁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说我们都 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和喜悦 那么就更不要去谈什么 显化和创造 就是所有这些 都是以快乐和喜悦为前提的 这就解释了我刚刚说的那两点 所以创造梦想生活的关键 现在就变成了 怎么样自己尽可能的产生好的感觉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到的任何许愿的仪式 或者教你怎么样闲话 包括我的感恩课程 说到底都是为了让我们 从心底里产生一种好的感觉 怎么样让自己产生好的感觉 就我的频道的存在 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 多多的产生一种平静 安心温暖有爱的感觉 这样的话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就会不断的吸引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一条 想要自己产生好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的质量怎么样 如果说你的思想都是大便文的 那么你的感觉也一定都是大便文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为什么在我的频道要出 比如说读书类的 冥想类的 思想探讨类的 维多日记 生命的重建 等等这些栏目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的脑袋打开 然后放进去一些新的 更有利于你产生好感受的思想 所以你越是能够打开自己 接受这些高质量的思想 你就越能够产生好的感觉 而我们的思想 你们想一想 就像是这个大脑里面 插了一个很大的U盘 里面有几千万个密密麻麻的文件夹 这里面有的文件夹是正常的 有的文件夹是有读的 这些有读的文件 就让你经常产生有读的感觉 就会吸引来更多你不想要的事件 所以怎么样把它们清理出去 又怎么样换上更多的好的文件 这个就是你在重建自己的人生 你在改变自己的人生的根本 就是这个 所以你在我的频道听我讲话 听你喜爱的那些up主 你想成为的那些人讲话 其实就是一种给你的脑子 换上新的输入的办法 你听书 读书 做冥想 听肯定剧 抽彩虹卡 这些都是新的输入 而通过一些叫喊 写锤打 还有写日志 这些都是你自己在分析 在释放 把你之前那些不想要的 低质量的思想 慢慢的释放出去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绝对不是看一个视频 或者三十天 就能够简简单单解决的问题 因为你想一想 你现在的年纪 其实是前面很多年的某种思想的积累 慢慢的帮助你 创造了你今天的人生 所以你想要突然把这个几十年 或者十几年的树给它折断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需要慢慢的去滋养一个 零岁的小树 慢慢的生根发芽 而这个过程需要耐心 所以为什么个人成长是一个 没有办法一措而就的事情 就是任何思想在你的心中 是需要时间和过程 才能扎根的 才能让你觉得 哦 原来我的人生不是只可能有那一种样子 其实它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样子 然后当你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感觉到会有停滞 就是哎呀 看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了 听什么冥想 也走不下去了 进不下心来 整个人就是感觉 好像脑子里被封死了 进不来东西了 这个时候 也就是我们讲到身心灵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你发现脑子进不来 就代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身体 身体变得更强壮 健康有力灵活通畅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又会进行下一轮的更新 这个是我个人的亲身感受 大家你们也去想一想就是当你的身体的感觉是不怎么好的时候 你的大脑一般也会处于一个比较怠惰的状态 但是当你动了一动 出了点汗 整个人感觉很美很sexy 那你这个时候接受那些好的新的滋养你的思想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所以动一动 让你的浑身的细胞活跃起来 然后你的大脑就会产生那些让你感觉很好的激素和荷尔蒙 你就会感觉整个人啊 啊 这个世界真的是五彩斑斓 这个东西它会比你去看书或者去做冥想来的效果更加的明显 因为它当下可能只要十几分钟就会产生直接的效果 OK 那除了输入还有锻炼之外 还有什么能够让你感觉好的事情 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就代表宇宙想让我跟你说 就请你放心的去做吧 就请你放心的去做吧 让你自己快乐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益 快乐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益 如果说你快乐 你就会吸引更多的快乐 你做起事来就好像是如虎添翼 好像有神相助 如果你稍微回想一下 你那些高产的快乐的 哎呀活得很通畅 觉得哎呀好幸福啊 觉得好顺啊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因为你当时的感受很好 是不是因为你当时经常听让你感觉好的东西 读让你感觉好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你经常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通畅活跃的状态 是不是因为你当时经常尊重自己的直觉 做那些让你感觉快乐的事情 而没有听你的脑袋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当你的直觉和理性在打架的时候 你知道你可以倾向于哪一方吗 其实就是倾向于让你自己感觉到更快乐 更自由更放松 更像是那种你正在活在梦想生活里面的那种感受 去倾向那一方的声音 因为说白了是你的感受创造体验 OK 所以这一期我们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就是思想决定感受 接着感受创造体验 并且好的感受 不断地吸引更多好的感受 而最后一个就是 想要创造梦想人生就代表 你真正要做的是不断地 让你自己感觉很好 所以你看吧 心理法则就是一个入股绝对不亏的事情 因为它发自内心的就是想让你感觉好起来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我和你们下一期见 拜拜